自己的手做出来的茶,带着粗糙感,是人与人温情的媒介。 也是人与自然交流的方式。 手工炒茶这一门传承了千年的记忆,是百年前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留给他们的礼物。 不同的人做出来的茶是不一样的,而相比机械纸茶、手工茶、手工茶、手工茶是不一样的。 有着更醇厚的香气,有味道。 关键也是原料问题,一般好的茶叶基本上都是手工做。 机器做的都是一般都是档次低的那种,比较茶叶多了,档次有点低了,价格一般那种都是机器做。 一般好的茶叶都是手工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酵后的茶叶压制成就会消亡 茶叶市场进行销售 它那个就是它的话也是有这种情况 它比如说有一些是它有外面的客户 它就自己卖过外面的客户 是自己卖的 另外的话它就是可以跟一些大的厂家合作 它就把这些颜料的话 做完以后颜料就自己卖给 卖给这大厂 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些装益活动车 可能就有两三家人 五家人以上要求五家人以上 一些直接的装益活动车 它就以活动车形式 做完以后交到活动车去 有活动车来 有活动车来逃命销售 在宁静的帕舍小寨里 住着大哥一家 他们已经靠卖茶卫生 好几十分年头了 每天早上 大哥的复兴 就会看看这里的天气 确定下山的实权 半晚回来的时候 大哥就要跟着父亲 学着 将采回来的茶叶杀青 大铁锅是大哥家祖传的 在他爸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建好 每一次的翻车 都是对温度的把握 只有看着父亲的手法 一遍遍地学习 练习 才会收敛 炒茶的高温 让他的手变得粗糙 无理有力 很难想到 他在干嘛花式 还在东巴西 在家里不忙的时候 大哥甚至会看着自己 工正前买来的吉他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天空着暗了 音乐已深了 头长的面板 但也融化了 冲外映天了 十五秒了 她说如果可以 她还是想走着大山出人头地 没有出路的时候 还可以回来 靠着做茶 卖给杀人养江湖狗 但是毫无疑问 手工查的工艺 还会取消给她的孩子 她的子子翠翠 茶是这一方人 自然的自然体 也是这一方人的生命线 每一块茶叶 凝聚的 是茶人的汗水 与心血 一杯水蜂茶 也是一份拟净 是大山出人的汗水 监生 除了 大山出人的汗水 平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